好 回來第二節的《辛亥百年華滄桑》 剛才我們講到長征 其實一開始 哪幾個人說事 長征的時候 我們先講講年份 很特別的 1934年 由中央紅軍 即是有些書寫第一方面軍 離開瑞金其實是10月10日 當時來講就是由蘇區有三個人 組成的三人小組 這三人小組包括依次序 負責人是博古 即是秦邦憲 這個是留學蘇聯的 博古是江蘇人 即是原來跟我同鄉來的武石 沒錯 而且他是私人之後 這個很厲害 是才子 第二個就是李德 對不起 第二個是周恩來 第三個是李德 這個就是德國籍的 一個是跟蘇聯人做事的人 他們是共產國際派來的 即是他後來就說 咦 沒人認帳 不是喔 因為這傢伙被人腦點了 又是自己來的 他是怎樣的呢 其實他是蘇聯軍部裏面 即是參謀部的情報員來的 那他德國的名字呢 就叫做布魯欣 奧托布魯欣 那來到中國呢 就因為方便的關係 所以就改了中國的名字 就叫做李德 那有些人呢 就看回 咦 那這傢伙怎麼來的 那這樣呢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呢 其實李德呢 就真的是一個很愚蠢的人來的 他是不太會打仗的 那是軍事顧問 軍事顧問來的 是啊 他來的時候 就是軍事顧問 就是三人小組的 那誰腦點了 就是共產黨的呢 就是博古 有些人就說 喂 其實這傢伙是怎樣的呢 就是這個李德呢 就是當年 蘇聯呢 就是跟共產國際無關的 就是他說 那就是蘇聯呢 就派了一些人呢 就來 就去跟國民政府呢 就給贖金 那為什麼給贖金呢 就是因為當時蘇聯軍方呢 就有一個情報小組 就是特務啦 就被呢 國民政府呢 就縮了 那於是大家就說 喂 傾訴喔 那國民政府就說 好啦 你給贖金 我就放回他啦 那找哪一個人給贖金呢 那其中一個呢 就是李德 那李德來了之後呢 給贖金了 那做什麼呢 要做一些情報工作啊 那翻譯一下啦 那這樣 那撞到誰呢 撞到博古 博古呢 那時候要去瑞金 不如你跟我們一起去啦 那這樣 給博古 就拉了去瑞金 那當然啦 博古又咦 這傢伙是蘇聯啊 對啦 不如整個顧問的 你去看看吧 鬼佬可以嚇人的 對啦 所以整個蘇聯顧問 就說是共產國際派去的 對啦 其實呢 好像博古呢 帶李德去呢 就嚇嚇毛澤東 就是有些 其實蘇區呢 當時的政府主席呢 就是毛澤東嘛 那博古 作為一個 是一個共產國際派來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嘛 嗯 沒錯 那那 就是怕中國人嚇不到中國人 嚇不到中國人 嚇不到中國人 就找一個鬼來嚇他 對啦 就找一個蘇聯人嚇他 找一個共產國際的官員來嚇他 嘩 那你知道 胡澤東的土包資料 一見到洋人就嚇到 嚇到什麼都縮了 什麼都縮了 於是乖乖的那時候 就獻出了什麼軍事大權啊 什麼指揮人 都押了他 原來周恩來也是這樣啊 其實那時候呢 很過癮的就是 看到蘇聯害怕 對呀 共產黨看到蘇聯人害怕的 不過其實現在都差不多 對 現在都是一樣 看到蘇聯人呢 就好像完全不同了 其實就是 因為畢竟蘇聯是 始終老大哥 對 當時也控制著 他們一些蘇區 嗯 有很多一些 紅蘇綠眼的 那些 什麼顧問 什麼顧問 指指點點 對 其實呢 就是共產黨呢 是被蘇聯人 找笨實 找了很多 找了很多 真的 所以呢 蘇聯人 真的信不過 其實還說 其實當時呢 所謂 有所謂 紅區 赤區 有所謂的 白區 白區 就是國民政府統治 在未走之前 基本上 共產 中共的指揮部 就是上海 是 在上海 是 上海和瑞金 整江山 毛澤東 大家知道 之前說 都是樓鼠到整江山 落土為購 然後攪拌 攪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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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最後在專業會議的時候 批鬥了理得 批鬥了博古 那當然是 喂 我們 可能共產國就是堂堂的代表 被這個土包子批鬥了 奪拌攪拌攪拌 可能他就 怕面子掛不去 一腳伸開理得 這個也有這樣的說法 是啊 沒錯 當時來說 其實 共產黨後來呢 都知道 被人找了笨 那為什麼 怎麼這麼說呢 因為其實 李德後來呢 就跟著長征部隊 中央紅軍 去了延安 那麼 當時呢 李德走了 那麼 毛澤東呢 當時呢 在延安的時候呢 已經開始掌大權了 毛澤東都送他 但是送他的時候呢 就沒有跟他說任何事情 只不過是握握手 然後送他呢 就回蘇聯 那麼 老實說 如果真的 這麼大仇口的話 一定是 握握他 是啊 但是他又不出聲啊 那為什麼呢 無非就是被人找了笨 是 心裡面不高興 但我又不敢動你 因為你都說了 都是紅色龍眼 因為 要靠他嘛 靠蘇聯 因為我得罪你 我不知道 因為我得罪你後面的勢力 是啊 對啊 所以就是 不過癮的 好了 那 二萬五千里 如果共產黨的說法 就叫做長征 但是長征 長征 是很喊的 就是 用國民黨的說法 二萬五千里 長 喘 喘 喘 就是叫不響 所以就是 共產黨用了很厲害 用長征 始終就是 在我的立場來說 我一定會叫長征 但是 如果你說 長喘 和說長征 長征 真的很喊 那個聲音 就是發音好些 所以就是 變成習慣了 大家 無論那個立場 如何都好 二萬五千里長征 似乎都是一個 被人認定的一個說法 不過無論怎麼說呢 對這個長征來說 其實走的範圍真的很高 就是十四散 就在中國當時的版圖 我們叫做十四散 那些雙子很大 還有 最後呢 就走到蘇聯邊境 就是進入蘇聯邊境 就開了會議 這裡呢 我們叫做了一幅圖 這幅圖 我們可以看看 它的起點呢 就是江西的瑞金 這裡說兩句 井江山現在才被人捧紅 以前是不紅的 其實瑞金是當時的行政中心 即是首都 紅區的 接著呢 就走去 就向南走 走過廣東 和湖南的邊界 其實都很接近廣東 就是江西和廣東之間 廣東北面 北面 即是洛昌那帶 就是 你講 不不不不 你走過嚴格幾多個省 不過它無論如何走 它的路線呢 就是省和省之間交界 就是貴州 雲南 四川 西藏 兩港 基本上它走的省和省之間交界 原因呢 就是因為 它也看到這個問題 就是 國軍是在追擊中 對 追擊的過程呢 第一呢 就是中央軍追擊它 第二呢 也是以地方部隊去接擊它 其實當時說的 無論是雲南也好 貴州也好 當時 四川也好 那時候還有一些軍閥在那裡 只不過是 回歸了 就是 擁護中央 但是仍然是軍閥 控制著那些地區的 總之那些軍閥 你不進我的省界 我就不理你了 對 你進來我打賊你 沿著人家省界中間走 我最多不踩你了 你讓我走過就行了 阿前席 沒有啊 其實呢 我剛才說的 是沿著省界中間 就是去走的 但是呢 當時來說 不是每個省都好過的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呢 地方軍閥來說 雖然說是統一了 但是也有些軍事勢力在那裡 比如 湖南 湖南呢 就是雙軍 就是好打的 廣西 就是貴軍 也是好打的 那當時呢 他們呢 經過了呢 一個呢 是雙江這個地方 就是湖南的簡稱 那就真的損失慘重了 由八萬人呢 就剩下 就是死症呢 是三萬人左右 好了 於是呢 死了之後 就是死症那些 怎樣搞呢 就走去當時呢 比較脆弱的地方 那個脆弱的地方 在哪裡呢 是貴州 為什麼貴州呢 是比較脆弱的呢 因為當時呢 貴州的軍隊呢 就帶兩支槍的 每個軍隊有兩支槍的 不是手槍 另外一支 兩支都是長槍 沒錯 一支呢 就是用那些武器 另一支呢 就是煙槍 我們吃的 是的 當時呢 當時呢 那個軍閥呢 盤據當地的軍閥呢 叫做王家烈 那變成呢 好了 咦 共產黨看到 那裏比較弱 於是走下去 所以呢 歷史上呢 有所謂的 四度 呃 四度赤水 是的 四度赤水 還有呢 在那裏也召開了一次很重要的會議 1935年 1月15日召開的 所謂遵義會議 都在那裏召開了 那麼遵義會議呢 有人說 扭轉了 就是扭轉了 毛澤東 在那個 整個形勢 那個地位 沒錯 但是其實呢 後來就是神化了 老實說 毛澤東 在那裏 都是周恩樂的助手 嗯 因為 怎麼這樣說呢 因為後來的人呢 當然 紅太陽 就是 由遵義會議升起 其實這個呢 是有 有討論的空間 就是未必是對的 因為當時來說呢 就算是根據陳雲所記錄的 阿 鎮議會議的記錄呢 其實呢 毛澤東呢 當時是 入選了做政治局常委 常委 是的 那麼 那三個人裏面 即是管軍隊三個人裏面呢 其實呢 他都是周恩來的助手來的 那所以去到呢 張義會議的時候呢 其實 周恩來呢 就是領袖 是軍事上面 最後的負責人 最後的決定 港務呢 就是另一個叫做張文天 有些人叫做樂譜 這個人 那這個人 那他專門 講理論的 是 馬列的 是 不過無論怎麼說呢 張義會議 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就是 其實一路留學 一路走的時候 其實都是 利得 駁固是領導的鴻軍 那麼 他們是完全是領導的大權 所謂三人小組 那一路都說 珍來都 是要聽他們的說話 那麼 但是在遵義會議走到 因為最慘的就是 相關一役 中鄉軍呢 就李德對達領 結果就傷亡慘重 那麼 而傷亡慘重之後呢 那麼 去到貴州 遵義會議的時候呢 其實 那裡對開會 即是開一個抗大 政治局抗大會議 其實基本上 但是毛澤東呢 都是比較後的 但是唯一一道 有一個特別呢 他就 漏夜呢 就做了些串連 是 就去找一下朱德 去找一下這個那個 明天開會 就是喲喲蹦蹦 蹦蹦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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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蹦蹦蹦 蹦蹦蹦蹦 到時就 開會就發炮 最初的時候呢 因為抗大會議 他要做一個紅軍 第一隊要做一個 為什麼要戰略轉進 還有檢討五次那個 反圍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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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戰略等等 結論 結論 那麼最初呢 就 先就 你得說 最初都 不是 博古說 博古說先 輕描淡數 輕描淡數 一說完 就開波炳去 一路炳 炳到將來就 不肚子 真來最厲害 是 自我檢討 率先自我檢討 一路自我檢討 檢討到最後 就是 李德 最後 整個會議 大家 拍桌子炳去 喂 是腿令到 不見了那個 秀區 因為你是軍事顧問 你亂 亂出主意 我以為你有了道 誰知道沒有了道 打仗死人 死了 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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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厲害 要不就 要不就被炒 要不就被炒 沒得炒 於是就押後了 重新選 三文小組 其實他們取消了 最後會議 決定取消了 三文小組 新三文小組 不當然仍然是 曾恩來 這是勵制的 這是勵制的 最後一個 不過 毛澤東就選為 戰局常委 這個對毛澤東很重要 因為對這個 熟讀三國 事前串連 最主要是 朱德本來是管軍事 但是朱德這個人 就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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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 總之毛澤東看到 這個人不管 那我來 我來填補他位 你可以不用管 我幫你做 我幫你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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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慢慢 毛澤東才掌握到軍權 就是從朱德什麼都不理開始 這個我在圖中看到 毛澤東 和朱德 如果各位 也可以有趣一點看看 毛澤東當時有沒有一個字 原來毛澤東那顆字 不是一出生就有的 是他中年的時候 才慢慢長出來的 現在大家的鏡頭看到 是真字一定語言 我們被人打了 然後看到那個是 剛才說的是阿珍恩來 我們現在看看 對 怎麼叫擴大會議 怎麼叫擴大會議 他全名叫做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這叫擴大會議 他們都很流行 對 好像共產黨一直以來 政治局就是政治局 常委就是常委開 對分得很清楚 中央就是中央 擴大會議 即是 本來沒有資格參加 都可以參加 都可以參加 一個擴大會議 所以連這些都包進來 沒錯 那這些人一進來 變成他的人數 他掌握的人數 多於元朗的人數 那他就搞定了 所以擴大會議很多時候 兵變就是擴大會議 其實八九的時候用過一次 鄧小平用了擴大會議奪權 最後一腳伸了 趙紫英 趙紫英 都是擴大會議 所以共產黨說 擴大會議是很合適的 在黨章裡面 其實是可以有擴大會議的 還合法使用 真厲害 那所謂擴大會議 你那個會議之前那些 所謂政治局常委 他同意就可以了 其實裡面都一定有些人去幫他做事 因為你一擴大會議 就肯定是預計有一些事情 你根本政治常委 政治常委裡面搞不定 嗯 沒錯 必須將這個會議擴大 吸納其他人進來 嗯 那所以呢 其實呢 大家呢 從這些歷史就可以知道 共產黨他怎樣去處理一些問題 怎樣去解決一些政治的衝突 這些就是所謂我們叫減股資金 嗯 當然 在這個紅軍長征的時候 其實呢 其實呢 是一件十分之 是很值得討論的事情 嗯 我們剛才看到的 就是那個津義會議 那其實津義會議裡面呢 周恩來是一個十分之重要的人物 那其實呢 如果看回呢 在整個中共的發展過程裡面 去到延安的時候呢 就改變了 延安之前呢 其實周恩來一直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但是他重要得來呢 他又不會自己呢 是走出頭的喔 他也是呢 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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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做啊 是 都好 這是實際中的 所以他 那變成呢 共產國際又信得過他 他在中共的領導層 當時的領導層裏面 他又是劉學生 又是跟劉蘇的學生又可以同聲同氣 於是就形成了一個很廣大的交際網 這個毛澤東做不到的 所以毛澤東一直都是被邊緣化 被踩的 一遍被人說你懂什麼 桃包子 整天都是桃包子 這就是孫子兵法 我每次見到你 你不是揭紅樓夢 揭三角演義 整天都會做山賊 整天都說歸上山 落草 整天都做山賊 其實在專業會議之前 或是專業會議之後 其實整個所謂長征 基本上大方向 嚴格也沒有 走去哪裡 去到哪裡 最初他們想說不如去去貴州 一個洪國蘇區 然後說不如去村西 然後說遠一點去北上 然後說南下 其實整個過程 他們沿途一路走一路走一路被人打 一路想 那想什麼呢 其實簡單說 哪裏沒有敵人 走到那裏 一路被人追 一路被人追過過程 一路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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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各民黨說得對 一路走一路走 然後走到長江的盡頭 所謂赤水 其實當時蔣介石 親臨了去貴州的首都 去統領中央軍 要將大包圍繞 五十萬大軍 放在那裏 要將他們殲滅於一地 在這樣的過程下 他們就要強度赤水 其實是很經典的 任何打仗都不會這樣打 但是毛澤東強度赤水 就由毛澤東去領導 所以四月定了 後來紅軍的戰力方針 前兄真的要講講 為什麼四度赤水 其實四度赤水 赤水是在貴州的北面 其實離開津義 如果今天來講 離開津義大概是 一個小時的車程度 應該大概是 兩百公里左右 除了赤水之外 還有一條叫金沙江 也是紅軍經常要經過的 金沙江其實就是長江 因為長江的上游 長江進入了四川 就叫長江 在貴州叫金沙江 所以其實是同一條水 不過是不同名的 所以四度赤水呢 就是怎樣呢 就是因為當時來講呢 中央軍 就是長江的中央軍 追著這個紅軍 那紅軍呢 當時為了呢 要逃避 他們那個的追擊 於是呢 於是呢 就在赤水的西岸 和東岸 在兩邊呢 去橫渡 那希望是怎樣呢 希望呢 就是所謂的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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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個程度上呢 就將... 即是後面那些部隊 就算是中央軍 就... 擺在後面 那所以他們呢 就... 先... 到過赤水 打牆都... 都...都...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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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簡單說 一個赤水沿著長江上呢 就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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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四次走來走去 那再一次呢 還... 就是... 炸弓桂陽 哇... 當時很厲害喔 哇... 都是...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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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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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 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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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格說的叫... 四度赤水 他們說得很威風的 又說... 哇... 遷滅了... 整個過程呢 事實上... 四度赤水的過程中... 就是... 就... 就... 最後呢 就... 補駕 是... 補駕 是... 補駕 補駕 那... 於是... 最後呢 就... 最後呢... 就... 最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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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整個過程... 就... 簽滅中央軍兩個巿部隊 那... 那... 簽滅了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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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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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來說 最重要的是這場戰役由毛澤東領導 所以在共產黨黨史大日 四度赤水就吹到天上喊口地下舞 要表揚 神龍見守不見味 神法都不得了 其實在四度赤水的過程中 追截的是洩惡部隊的中央軍 其實是精銳部隊 這次蔣介石用很重的兵力去幫忙 但是中央軍為什麼不能夠打贏共產黨呢 其實當時受制於當時的地方部隊 即是那些所謂的鉗軍 不跟他合作 不跟他配合 於是令到中央軍疲於不明 本來你可以在另一邊截他的 但是那些地方部隊不聽你說 於是等到你自己又要跑過去 自己又要親力親為 變成造成了這個 在沒有人的配合之下 就造成了這個情況 所以其實在整個 即是長征 為什麼不可以將 共產黨殲滅呢 其實最主要原因呢 就是中央軍和地方部隊之間 很多個不協調 指揮不到 指揮不到 第二呢 就是其實當時民國統一了之後 整個所謂的大西北 基本上那些軍閥 只是換之旗 我就換之旗 聽你國民政府說 就麻煩你給我軍響 我們有兵有仗 但是打紅軍就打紅軍 但是這些中央軍就引進來 沿途駐兵 那些軍閥就覺得 咦 不對啊 你會把我自由 喂 究竟你會不會 是打紅軍還是 你吃我的地盤 你會不會把你炸炸地打 他就打我 炸炸地打對 就進我的地盤 某個程度上 我們也對著那些 紅軍輕防國 所以整個長征的過程下 為什麼中央軍 真的只有後面追 原因就是 其實那些所謂地方軍閥就不配合 我這個我覺得 其實在長征裡面 引出另一個問題 就是 那個地方和中央軍不配合 那可能我們第三次要講講這些問題 我林林杰 以前有位叫蘇宜 她說 其實你們三位都很熟 為什麼經常都 什麼兄什麼兄 稱呼 建愛 這樣解釋 我們說的歷史 都是比較古舊的 所以就用兄弟 來稱呼 稱兄道弟 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不同其他 其他的節目 可能有些假名 有什麼劉翁 有馬草泥 他們說 我們行不改名 作不改姓 我是姓鄭 下次我們叫阿傑 阿錢 什麼就算了 我們很熟 只不過是口頭上慣了 第二節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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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